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的 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叶老师 有好这里面第八章 好多人名字都不会读咋办 读不准呢 人名还有很多地名 对还有那个地名 就是那些有的很傲得的感觉读都读不准 OK好没有关系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先说说看其他有没有其他读音 或其他方面的问题 老师subdued和subject差不多吗 不太一样 subject to一定要加一个to 是受制于什么人 OK所以我们现在来讲 如果说 sorry等一下 如果说我们讲的是 这两个刚好其实是 如果你仔细研究 它们是相反的意思 a is subject to b OK A比较大还是b比较大 b大了 b大了 b大 A受制于b 对不对 没有问题吧 subject to是受制于谁 好 如果我说a subdued b 那a比较大 还是b比较大 老师不知道第二个意思 老师不知道第二个意思 subdued 谁在谁之下 谁控制谁 谁统治谁 谁制服谁 谁a制服了b a比较大还是b比较大 肯定是a大 OK 所以你发觉这两个意思 是刚好不一样的用法 对不对 a is subject to b a受制于b 所以是b比较大 举例来讲 非利式人 philistine is subject to israel israelites 所以非利式人受制于 以色列人 在大卫的时代是这样子的 所以以色列人比较厉害 对不对 好 那如果a subdues b的话呢 意思就是 Israelites subdues b 就是philistine 他控制了 他统治了这个philistine 有没有问题 这个用法刚好颠倒过来 有没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实例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经文里面 好 OK David 注意这个句子 先不管前面这个副词的部分 我们先讲 主语是David Defeated 他 Defeated 他打败了这些人 攻打这些人 所以 大卫比较厉害 还是被他打的人比较厉害 肯定是大卫比较厉害 大卫比较厉害 然后这个同样的主语 David subdued them 所以是 大卫比较厉害 还是这个 them比较厉害 大卫王 大卫比较厉害 因为subdued的意思是 他制服了他 大卫 Defeated the Philistine 他打败了 非利式人 然后他制服 他们 注意这个他们是谁 Philistine 非利式人 非利式人 OK 所以你注意了 用subdued的时候 前面是放厉害的 哪个人 前面的A 制服了B 所以A比较大 大卫比较厉害 用subdued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So A B defeated 比如说 David defeated Philistine David subdued Philistine 这个 大卫永远是厉害的 这一边 被他打败的 这个Philistine 被他制服的 Philistine 永远是比较 不厉害的 被打败的 被制服的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subdued 后面接的那一个 就是被打败的 就是一个被制服的 没有问题吧 好 当我们讲说 这个雪漏 雪漏 它是受制于雪漏 OK 这个富人 is subject to 雪漏 雪漏 那雪漏 比较厉害 还是这个富人 比较厉害 雪漏 厉害过 富人 所以 the women 前面的 A a is subject is subject to b 所以前面这个 受制于 后面这个 受后面这个 来控制 所以后面这个 比较厉害 right 所以它的次序 刚好跟你的 subdue 跟defeated 的用法 是完全 反过来的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subject to so noabite 是不是放在前面 A became subject to 他受制于 大位 他受制于大位 所以才要给人家 上供嘛 broad tribute 所以subject to 后面一定是 这些厉害的 他受制于 那个东西 所以富人 受制于 血漏 血漏是放在 后头 那个血漏 是厉害的 东西 富人 受制于他 受这个为苦啊 受到这个 血漏的苦啊 是不是 同样的道理 这里是 moabite 指的是 这些磨压人 受制于 大位 所以大位 远比他们 厉害的多 他们因为 受制于大位 所以才要 给大位 进攻 如果今天 大位没那么厉害 他们怎么会 给他进攻呢 有没有问题 所以 如果你做 用subdue 这个动词 或是你用subject to 的时候 他们刚好 厉害跟不厉害 大小的关系 是刚好倒过来的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问题哈 OK 好 就是这样子 好 有没有 其他的问题 老师的那个 就是最后 那个进攻 那个 Brandt Tribute 是吧 Tribute Tribute 那个Brandt 是买的意思 是吧 不是 带来 Brandt 是Brandt Brandt的过去式 Brandt的过去式 对没错 Brandt的过去式 谢谢 对 所以你这个 你稍微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OK Bringt的过去式 是Brandt Brandt Brandt OK 所以如果是买的话 Brandt的过去式 是什么 Brandt Right Brandt 拆一个R 不一样 OK 好 稍微注意 好 谢谢 有没有 其他的问题 所以Brandt 所以Brandt Tribute Brandt 这个在我们 古时候的时候 中国也是这样 非常像 这个朝鲜 高离国 对不对 他就是要跟我们进贡的 越南要跟我们进贡 对吧 泰国也是跟我们进贡的 这些都是以前的 番薯国 他们都要跟我们进贡的 我们是他老大哥 当然要跟我们进贡了 对不对 OK 所以Tribute Brandt Tribute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就这个Cord 就这个Aligned OfCord Cord 你不说这个 Cord OK 好 Cord有什么 有什么用法 Cord Cord通常可以指什么 在这里是指什么 绳子的长度 Length of Cord OK Cord还可以指什么 可以指那个河 就那个新人 吃的水果 什么那河 是不是 哦 你讲的那个是Cord 等一下我们再讲那个字 这个先讲一下 这个 有什么 如果讲Cord的话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Cord的 有没有听过一个用法 这个Cord 一般我们是指绳子 OK 这个Cord呢 还有一个是可以做一个检测 Cord呢 还可以指妈妈跟小孩之间的那个Cord 叫什么 妈妈跟孩子连在一起 是靠什么连在一起 期待 That's right Umbilical OK 可以用这个地方 这个就我们可以用这个 Umbilical Cord Cord 很多时候在简称的时候 谈话 我们彼此在谈话上面的时候 谈得很快的时候 直接讲那个Cord The Cord 你那个Cord 剪到没有 妈妈跟孩子中间那个Cord 剪到没有 那个Cord 就是用这个字 Cord Cord Umbilical 它全称是Umbilical Cord 但是这个Cord呢 有的时候讲的快了 简称Cord 就是指妈妈跟小孩中间的 那个期待 叫Cord 所以Cord通常就是指的一个 一个绳子 一个连结 叫Cord Cord Cord OK 好 你刚刚讲的那个是 比如说果盒 什么东西 中间有一个 一个 果盒 比如说那个什么 桃壶啊 或者是 什么什么的这种的时候 那个字用什么 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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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Cord OK 好 还有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什么用法 也有的人讲叫Cord Cord Cord 也可以讲 就是一个圆圆的弧 这个东西 可以叫Cord OK 好 还有什么 所以我们讲说把中间的那个Cord 还有一个讲法是核心 什么东西的核心 这是具象的 我们这个团体的核心 我们这个项目的核心 我们这个公司的核心 可以是Cord OK 我们可以说 He He is the core member He's the core member of the company OK 这个Cord 这下子就是核心的意思 它是最中间 最重要的那个部分 OK 公司开什么大小会 它必须要参加 这个叫Cord Cord OK 好 What's the 比如说我们说 What What's the Cord What's the Cord What's the Cord Ideas of the of the of the investment 我们这次投资 我们的核心的 理念是什么东西 我们如果要做一个 投资的话 我们核心的理念是什么东西 Cord OK 我们在学校里读的 科目 OK 这个有些是 核心的科目 Core Core Subjects 这个怎么搞 跳这 Core Subjects OK 我们学校有一些 比如说语文 英文 假设英文 可能以后不会英文了 数学 或者是哪一些 是我们的核心的科目 这些科目 你必须把它读好了 不能 你如果 有些有的时候 在某些学校里面 比如说大学里面 头一年都是核心的科目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核心的科目 你这个如果没有读好 二年级的课可能就不让你去修 你得先把一年级的那个基础科目 给它修好了以后 它才让你可以接着修二年级 你不可以马上就跳着修二年级 三年级的课程的 所以这个叫Core Subjects 所以你看到Core的感觉是怎么样 是核心的科目 这个是基础 是很重要的科目 OK 所以如果说你的语文读不好的话 那么可能假设你刚好分发大学 进了中文系 或进了历史系 或什么叫某些科目 就不让你修 你得等你把一年级的科目 都给我修完了 那你才可以去修别的东西 OK 就像很多时候在 有些读英文系的同学 不一定 在国外也很多人念英国语文学系 他们念英文系的时候 很多人 他的西洋文学史 它是他的Core subject 你这个西洋文学史 如果你读得不好的话 你往上去的 其他的高级的科目 不让你修 所以这个是Core subjects OK 车子 这个Core 我们也可以讲Core parts 有没有 比如说车子 我们现在这个公司是生产 车子 电动车的 OK Core parts 这是核心的零件 这几个东西非常非常关键 这几个东西我们现在做不出来 所以我们得靠进口 Core parts Core parts 所以Core什么东西 讲到Core 都是它核心很重要的东西 OK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Core跟Cord 不一样 Cord 如果有一个D的话 D Cord是指的那一段 像绳子一样的东西 OK 老师 那个Umbilical 那种词 Umbilical Cord 指的 这是一个正式的名称 讲其代 但是 一般来讲 在口语里面 我们大家 很少有人记得这么专业的名词 一般就是讲Core 就是Core 那个Core 但是我们在讲话的之间会讲 妈妈跟孩子之间那个Core 怎么样怎么样 小孩是靠着妈妈的期待来吸收影响 吸收营养的 他就是靠着那个Core 那个Core 你讲那个Core 一讲大家都知道 指的是期待 就是Umbilical Core Umbilical Core 如果你要显得你高大上有点学问 那你就讲这整个正式的名称 Umbilical Core 但是你讲Core 大家都了解你在讲些什么东西 OK 好 有没有问题 没啦老师 谢谢老师 比如说你在车子上看到一个妈妈 哎呀惨了 她快要生产了 小孩的期待都露出来了 哦 我看到了 I saw it The cord The cord is right there 那个那个期待就在那里 我都看到了 这个是Cord Cord 好 所以Cord指的就是Umbilical Cord Umbilical Cord 好 所以Cord基本上的概念 它就是一段像绳子一样细细长长的东西 叫Cord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有 对 我刚才那个最上面那个 A to B A to B 那个 那个能在讲一下吗 那个 可以啊 没问题 多重啊你的声音 天呐 OK好 是 A OK 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地方 A我们可以用 我们的经文里面是用become OK becomes 比如说我们是第三人生单数的话 你可以用is subject to 你可以用becomes subject to 它变成 这个subject to就是受制于 所以A如果受制于B 就同样那个妇人受制于这个血漏 肯定是妇人比较重厉害 还是血漏比较重厉害 那就是血漏比较厉害 所以这种句型里面 B是比较重厉害的那一个 放在后头 OK subject to 是受制于 所以你用中文讲 你就比较脑筋比较清楚一点 是受制于那个B B后面的那个是重要的 但是如果我是用 A subdues B的时候呢 是A 制服 B A 统治 B A 管理 B 这个叫subdues 有没有问题 所以他们两个的用法 刚好颠倒过来 在我们这个句子里面的话 他说摩押人 OK 受制于这个大卫 受制于以色列人 所以 Moabbi is subject to Israeli 或者写 B写大卫 对吧 大卫是放在后头 但是如果大卫 统治了这些非力士人 大卫制服了这些非力士人 就是David subdues 然后 Philistine Philistine 放后面 所以这两个的用法 刚好是颠倒过来的 有没有问题 没有 谢谢 没有问题 对 所以就是注意一下 他用的时候 每次你看到subject to的时候 你心里想好了 他是受制于 哪一个受字一加进去 你就理解了 啊 后面那个是大的 因为是受制于人家 OK 好 没有问题了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的 新约圣经里面 雪漏 OK 那个雪漏的妇人 当时那个经文就是用subject to 在这里呢 现在又讲这些非力士人啊 这些磨压人啊 他们都是受制于大卫的 给受大卫把他们管得死死的 对吧 没有办法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有没有问题 老师我有那个四张二十三节 四张 还是八张 我们今天讲八张 对对对对 哎呦 哎呦 讲错了 那是说说八张 那就是不用了 不用了 老师刚才那个八张四节的那个 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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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 我们现在除非我想得出来的 你你在什么地方用得到这个字 比如说流氓 OK 比如说把人家的脚筋给砍断了 OK 所以Ham 这个名词来讲的就是那个脚上的那个 咬的筋 OK 脚的脚的肌肉 腿部 小腿的肌肉 或是腿部的肌腱 那个那个最重要的那根 在我们的概念里面讲 我们常常讲那就是脚筋给挑断了 以前有些流氓喜欢这样子 OK 流氓害你的时候要杀这个人 他让你痛不欲生 把你那个脚筋给挑断了以后 其实他不是挑断脚筋 他是把你那个小腿的肌肉给你砍伤了以后 你挑断了之后 你从此以后 你这个你这个腿就残废了 OK 所以Hamstring它本身有两个意思在 它可以做名词 它可以做动词用 它的名词Hamstring OK H-A-M-S-T-R-I-N-G Hamstring本身指的就是腿上的小腿的肌肉 小腿的肌肉或者是腿上的筋叫做Hamstring 如果你把它做动词这个地方显然是做动词用 He-Hamstring Hamstring的意思就是把那个小腿的肌肉小腿的筋给它挑断了 OK 他挑断了这些OK这些马的指的就是把所有的所有的马 他O这里是O OK B-O-B注意了这种句型 O-B 我我不喜欢吃这个四川菜 But但是我独爱四川里的某某一个菜 菜里面的某一个东西 我就只爱这个夫妻废片 其他我都不爱 I don't like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But那个but后面就是我真正我喜欢的 所以在这里面呢 是他把所有的马的这个脚筋都给挑断了 但是but那就是后面这个就是没有挑断脚筋的 没有把他的马腿肌肉砍断的 那就是有一百辆一百只马 这些拉车的马 OK一百辆这些战车的马 他都留下来了一百辆 其他的他把拉战车的马的腿都给砍 体那个肌肉脚筋都给砍断了 这个一砍断之后马跟人一样 他之所以能跑能带动 其实靠的就是他那个肌腱 就是靠的他小腿的肌肉 你这下一给他砍断之后 这马就废了 马就废了对不对 那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个就是他做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他抓了多少人 步兵多少人 然后这个cherry战车的士兵多少人 这些开战车的士兵有多少人 然后把那个拉战车的马 给他给脚筋给砍断了 but就是他后面没有做的部分 他把一百两留下来 一百一百只马的这个是留下来 没有砍断脚筋的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all but 这个这种的用法 ok 是很多地方 可以 比如说如果我讲说 I 你说 I love cake but apple I love cakes I love cakes but apple apple won 所以我是 这个句子里讲的是 I love all I love cakes all but apple won 所以这个句子里面 我到底是 喜欢谁呢 我喜欢什么 I love cakes all 所有的 所有的蛋糕 but apple won 那我到底喜不喜欢 苹果的蛋糕 喜欢还是不喜欢 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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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 except的意思 除了苹果的以外 I love cakes all 整个所有的蛋糕 全部 但是就是这个苹果的 我不喜欢 ok 如果另外一个用法 我也可以导过来说 I don't ok 我说 I don't like cakes but but 比如说 banana won 所以我是 喜欢不喜欢蛋糕的人 不喜欢 一般情况 我是不喜欢的 但是我只喜欢 香蕉的 所以 all but 是一个转折的语气 前面那个喜欢 但是后面这个 有所保留 ok 所以如果我说 这个句子 我用肯定句 I love cakes all 我喜欢所有的蛋糕 但是 苹果的 嗯 我不喜欢 ok 这个不在我喜欢范围之内 我就不喜欢苹果 苹果 加上蛋糕 这我就觉得怪怪的 不喜欢 好 这个句子如果用否定句 I don't like cakes 基本上我是不喜欢蛋糕的人 but banana won 但是你如果用香蕉 你用香蕉给我做蛋糕的话 哎 我就很喜欢 所以 你注意了 这个all but 是一个语气的转折 这是一个很好用的 ok 很好用的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我们再回来看一下我们的经文的句子 好 加深我们的印象 我们看一下 我们经文的句子里头说 he hamstrung all 他基本上把所有的all all the chariot horses 把所有战马 这些拉战车的马 他们的脚筋都给砍断了 那就这些马通通给他废了 他全部给他废了 but 哦 这里有个but 那意思就是有a hundred of the chariot horses 有一百匹的这个战马 我是没把他绞尽给挑 挑断的 可能这一百匹特别精良 这一百匹我自己留起来用 这个叫but ok 好 所以你读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要对句型要有所了解 否则的话你就困在这 你就不了解人家说的是啥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英文的时候 首先你要吸收词汇 然后你要接着你要了解这些句型 了解句型以后呢 你要凭你的经验 你要多吸收这种经验 哦 人家这个句子是这样这样讲的 那么同理可证你自己想办法再造一个类似的句子 或者是你查字典 查这个习语再造一个句子 那么就多让自己适应 多会用这类的句型 以后你在别的地方看到 你就可以很流畅的来来理解它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hamstrong或者是hamstring 原型hamstring 这个用法在旧约 好像在旧约的时代里面有有其他的经书也有提到过 这个当时因为旧约的时代很多的战争 战争的时候的手法是很残忍的 ok 要杀人的时候很多就是用这种方式 把一个人毁了以后 他不不取你的命 但是这样你你基本上就是残废一生了 他的原型是 那个是 I-N-G I-N-G 那个string 那个string是一个另外一个词 对string是另外一个词 string string可以是另外一个词 没有错 那这个hamstring和那个hamburger有什么不同 hamstring指的是那个小腿上的肌腱 肌肉 有没有我们小腿上凸出来一块 很多女生说哎我小腿太粗 有没有指的那个就是肌肉的部分 肌腱的部分 但是也有就是说指的那个脚筋 其实基本上你你大砍在那个位置 基本上人都废了 你把他的肌肉给砍断了 因为我们的肌肉之所以会这么灵活的拉伸 是因为那个肌肉 它是挂在你的骨头上头的 是挂在他肌肉的肌腱 就像我们卤牛肉卤那个牛腱子一样的道理 他的两头这个肌肉 这一大块肌肉的两头是跟我们的这个骨 骨头交接的地方 利用骨髓呀利用骨膜的方式是整个扣住 所以这块肉呢是可以拉伸的 可以移动的 它是很灵活的对吧 我现在只要把你那个跟骨头连接那个部分 那个头尾给你砍一刀之后 基本上你这块肉就没有办法 没办法拉伸了 从此以后就废了 所以你要砍人家的这个这个鸡腱的话 砍这块鸡肉的话 这个这个人就是废掉了 所以叫hamstring hamstring hamstring本身就是指那一块腿上小腿上的肌肉 OK 那但是我不管 因为那个肉是挂在骨头上的 所以我只要砍头尾靠近头尾接近骨头的地方 什么地方砍一刀 从此以后你这个肌肉跟骨头就分开了 它就快像一块随风飘的像一块破步一样了 你没有办法达到拉伸的效果了 这个腿就废了 腿就没有用了 是这样子的 所以hamstring 所以他做名词用的时候 hamstring指的是小腿上那块肌肉 他做动词的时候 是指我把它砍断了 砍断那个肌腱 OK 砍断那个脚上的筋 好 你指的是那个hamburger hamburger也是h-a-m hamburger 有可能有有关系 我不知道 ham因为都是一坨肉在那是吧 如果这样想的话 都是一坨肉 我们记得那个hamburger怎么写 h-a-m h-a-m hamburger hamburger hamburger就是都是一坨肉在那个地方 hamburger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指的是hamstring OK hamstring 好 有没有其他的字有问题 老师还能gathering gathering 第几节 garrison 八章六节 八章六节 我们来看一下 garrison是不是 是garrison吗 对的 garrison 好 OK garrison指的是什么东西 garrison 有没有人知道garrison指的是什么 garrison garrison是指那个军队住房在那个地方 驻扎点 OK 所以住在那个 所以他这里讲防营 其实就是他驻守在那个地方的 比如说我们这整个中国跟印度的边界上 我们解放军是有放这个有驻扎点的 对吧 可能隔个每隔二十公里或者是每隔五十公里 我们设一个营哨 设一个军营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叫garrison 那个地方就叫garrison 所以大卫是非常会领兵打仗 他很懂得战术的 he put garrisons 他设了好几个驻扎点 在这个地方 在 Aramian 他在Aramian 这个是Kingdom of Damascus 他是大马士革的这个王国的地方 OK 所以他在那个地方设了很多的驻扎点 他的军队就驻防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在那里设了驻防的地方 你们肯定得听我的 所以他说Aramians became subject to 又来一个subject to 受制于他了 我在你这个地方都设了我的军队驻扎在那里 你必须要听我的 对吧 所以这些人呢 就是受制于大卫了 然后当然也要跟他进贡了 所以 Broad Tribute 是不是 OK 所以Garrison就是他军队驻防的点 今天我这个军队沿着这个海防线 我们这个杭州设个点 这个再隔个一两百公里 我又设一个驻防点 沿着这个海岸线 我再设个驻防点 我这海岸线上可能设了十个驻防点 这些都是我的Garrisons 我有部队住在那里的 有军队住在那里 叫Garrisons OK Garrisons 这个金老师这后边这有一个词叫Jobjet Jobjet Subject Subject to Kim Subject to 跟那Control 前面那八章一节Control 这两个唱 我们前面你可以回去可以听录音 我们刚刚有讲 A Subject to B 那个妇人受制于血漏 OK A Subject to B的时候 是 B比较大 对不对 因为A受制于这个血漏 所以同样的道理 Amerians 他们是Subject to David 他们受制于大卫 受他管理啊 被他管了 所以Subject to Subject to就是受制于什么什么 受制于 像比如说他过去高离 朝鲜过去是我们的的藩邦 是我们的凡属国 是在我们下面的小国 他每一年要给我们进贡的 日本以前也是要给我们进贡的 So Became Subject to 他们就变成受制于我们中国了 所以Subject to 后面Subject to后面的这个 这个him指的是大卫 OK 前面的Subject to 前面的这个呢 就是比较小的 所以前面这个受制于后面这个 同样的道理 富人受制于血漏 所以血漏比较厉害 因为这个富人受制于这个血漏 在新约圣经里面是这样用的 所以Subject to 这个就是你要记起来 因为它是一个习惯用语 OK 然后你看一下control的话 刚刚是在哪里 八章一节 八章一节 八章一节里面 So from the control of the Philistines OK 这个control是做名词用 OK 从非力士人的这个控制之下 他把它夺过来了 He took 这个大卫好厉害的 他把这些原来是在 非力士人控制的地方 给他夺回来了 He took Methic Ammon from the control of the Philistines 从非力士人的控制的手中 把它拿下来了 这control比较用的比较多 control是控制 control是控制 你比较容易猜得出来 它是什么意思 因为control大部分人都知道 control是控制 但是subject to 有的人就稍微蒙一下 这个subject to什么意思 所以在圣经里面 subject to 都是指他受制于什么人 八章三节 你看好像也有一个 八章三节 怎么样 对 control his control restore his control restore his control restore是重新把它拿起来 重新把它夺回来 OK 他因为想要restore 是重新拿起来 这个电脑 我重新设定了 回到我出场的设置 叫restore restore OK restore 他想要把他的控制权 重新再拿到手上 再重新夺回来 重新再复 再回到他原始的这个设定的 原始的这个控制的情况之下 这个叫restore his control OK 那along along the Euphrates river 就是沿着这个 诱发拉底河 这个是当时 很重要的一条河 重要的一条河 好 所以 诱发拉底河 我们知道 人类文明的起源 有两条河 一个是诱发拉底河 一个是 彼得里 里斯河 OK 所以这两条河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就是其中一条河 他们圣经就直接翻译为大河 当时人叫大河 后来就叫做 Euphrates river 沿着这个along 是沿着这条河 他想要把他的所有的控制权 全给他拿回来 他要restore his control OK 但是他要拿回来 大卫会让他拿回来吗 没有 大卫就打了他 fog the head of desert OK 他就打了他 因为他想要把这控制权 拿回来 大卫就去攻打他 打了以后 当然大卫是赢的 因为大卫走到哪里 我们不是讲吗 他到不管到任何地方 耶和华神都是让他胜 对 所以你们都别想跟大卫打仗 谁跟他打 谁就打输 是这样的 有耶和华打仗 很厉害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注意这个along是沿着这一条 OK 比如说这种情况是沿着这条路 那我请问我要到那个面包店怎么走 along the road 你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就到了 along OK 所以沿着这条河 沿着这个Euphrates River 沿着这条河去就走到了 沿着这个山边的小径走 你就到了 along OK 沿着这个房子走 房子旁边你就沿着他走 along 一定可以沿着一个什么东西的 我们叫along OK A-L-O-N-G 沿着 沿着这一排树 你跟着这一排树 我们这里有一大排树 你就沿着这排树一直走 你就到了 OK 沿着这个公园走 这公园旁边有绿地有小径 你就沿着这个一直走就到了 就这样 OK along along along就是这个意思 沿着什么东西 一定有个方向指引你 你就沿着这个去就到了 along along 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孤独的那个 along 就是那个face along 对我们昨天谈过这个 这个两个发音是 首先这两个发音是不一样的 OK 比如说我说我现在一个人 你你现在在哪啊 我现在在什么什么地方 你一个人吗 你说yes i am along along 这个是 就是一个and的音 但是如果是 along 这个ng的时候是 um 比较重 它是后笔音 un a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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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沿着这条河 i am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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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ng 就是一个笔音而已 没有m的音对吧 i am alone 是我一个人 i am alone 这个词 我听得像一个 注意听哈 along 跟along a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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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的音 不一样 明白一点 对对 是 a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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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人 along ok 好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字 没有了 谢谢 谢谢 金老师 好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有其他的字 有问题的 这个刚刚那个谁呀 那个 Sara Ann有讲说 有一些发音的问题啊 像这个就是你 你碰到 你就得把这个字读出来 比如说 Damascus Damascus是当时 很进步的一个大城 就已经有点像 在中东地区就有点像 我们的美国的纽约啊 什么巴黎啊 伦敦啊 这样子很大的城市 叫Damascus Damascus后来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军事的地区 Damascus 就是我们讲的大马士革 Damas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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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Aramians Aramians指的是亚兰 亚兰人 Aramians OK Aramians 对 亚兰人 他们说的是亚兰语 他们的那个语言 其实是很接近 犹太人的这种 希伯来语 是蛮接近的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像我们刚刚讲的 along right NG 凡是有NG 都有一个后笔音 像这个地方 belonged belonged 有没有 他也是有一个 belo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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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NG 一定要往下压一下 还有个后笔 belo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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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belonged to right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个时候有关这种贵重的金属 银啊 金啊 铜啊 这些都是很不容易取得的 OK 所以谁能够掌握了这种贵重金属 当然是对他的王权的巩固 是非常有帮助的 大魏王就是成功在这个地方 他取得的这些城里面 都有这些贵重金属 对不对 有这个铜啊 bronze啊 silver 刚刚有一个字 我有听你们读 gold 大概都 大家没有问题 gold sheel 注意这个IE是E的长 sheel sheel 那个DS的处理 我上次讲过像鱼刺的刺 骨刺的刺 sh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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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d sheel gold sheel gold sheel 不要gold OK 那个那个d 注意很轻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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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轻炼的效果 因为它后面要接这个sh 轻炼音 gold sheel gold sheel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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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金、银、铜都会讲了 gold、silver跟bronze bronze就是铜 ok好,silver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gold 那个不记得了那一节说的 那个courses of time over and good and beyond 什么turn,对不起,我没有听清楚 course of time in the course of time 在哪儿,我不记得了 好像第一节,看一下 在这里,in the course of time in the course of time 好,in the course of time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 course指的是什么 in the course of time in the course of time 就是随着时间的进展 就是日子越来越久以后呢 就发生了什么什么的事情 in the course of time 随着岁月,我们有没有 随着岁月的推移 然后最后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 in the course of time 所以这个course of time指的是 是说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 慢慢的变化 就做出了,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in the course of 是指在什么的过程之中 在什么的进程之中 in the course of in the course of in the course of time 在时间的进程中 在时间的过程里面 随着岁月慢慢的推移 然后呢 这个都是一点点累积的 ok 所以后来他翻成 他只用两个字 此后 就这个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但是in the course of time 给你英文给你的表达 就是更好 就是随着时间慢慢慢慢的推移 大卫的战功 一点一滴的都累积下来 他打了这个 赢了那个 ok 又把这个给杀了 他慢慢慢慢 他的疆土 他的政权就越来越巩固了 所以是in the course of time 随着岁月的推移 所以in the course of 就是随着一个什么进程 随着时间的进程 随着时间的转移 那么我们就发生下面的事情了 大卫呢 这中间发生的历史上的事情是什么 大卫打败了这些非利式人呢 subdued them 他又制服了他们 对不对 统治了他们 然后呢 他又夺下了这个非利式人 所控制的 这个什么地方 ok 这个叫Methic Armour 他把这个城给拿下来了 这个城很重要 他就把这个地方给抓下来了 好 所以这些都是 往后 他一点一点累积他的战功 他一点一点去扩张他的领土 他就发生了这些事情 in the course of time 随着岁月的推进 随着岁月的进展 他做了什么什么事情 这样子 ok 好 我们也可以讲 in the course of time 随着岁月的进展 我不断的读书啊 本来只有大学毕业啊 我后来又念了硕士 然后我又念了博士 哎呀 后来我又做了妈妈 随着岁月的进展 我的人生的阅历越来越丰富了 我本来给人家做一个拎包的 后来呢 我可能在公司做个小助理 然后来我又做个小主管了 然后我又做个经理了 又老板又提拔我 又做了什么 这个都是in the course of time 随着岁月的推移 随着岁月的进展 时间的进展 ok so in the course of 就是表达这样的意思 好有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用法啊 我们常常在写作上 可以用这个用得很好 老师那个呃 就是是不是记 第几道菜是不是用这个course 好可以 可以啊 是吗 对可以用这个字 没错 course 好 我们讲这个 先上西方人吃饭是有什么前菜啊 什么主菜啊 right this is the main course main course 这个course就是一道一道菜上来的 main course就是主菜上来的 ok 前面是前面是可能是有appetizer 有没有 我们开胃菜 开胃菜 ok 我们讲说我们先吃点这个什么凉拌毛豆啦 什么花生啦 什么的 ok 这个是我们的呃 我们吃这个呃 吃前菜 开胃菜 ok 那西方人可能做点别的 ok 所以我们在前菜的前菜 所以我们在前菜的前面我们可能讲 appetizers 可能来好几道 所以我用s ok 复述appetizers 是开胃菜 appetizer 为什么用appetizer 因为法文里面有一个叫bon appetit bon appetit appetit就是指一个人的胃口 ok sobon appetit也从那个字衍生出来就变成appetizer appetizer就是我的开胃菜 我们现在先吃个凉拌毛豆 凉拌海带 吃个花生 吃个什么啊 呃 黄瓜 拌黄瓜 这个是appetizer 是我的开胃菜 然后就吃了什么manman course man course man course 是什么 煮菜 今天每个人西餐的话是这样有一个有一个大一点的菜 呃 就是油水重一点的菜 比如说我吃牛排 你吃烤鸡肉 呃 他吃个什么什么面点啊 这个意大利面 这些都是man course 是我今天的主菜 或者是有人吃虾 有人吃什么什么海鲜啊 吃一块鱼排 这个是man course ok好 然后吃完了之后 通常还有什么东西 有的时候在appetizer跟man course之间会上什么 salad salad right 他会上沙拉 ok 这个是上点青菜 ok 好 salad salad 好 salad完了之后呢 man course 有的时候后面最后结尾的时候都会有什么 甜点 desert 啊 什么 desert dessert ok d-e-s-s-e-r-t ok 注意这个dessert这个字 ok 我们还有一个字跟它长得很像 这两个字发音有什么不同 desert desert desert的声音长一点 desert的声音懂一点 ok 注意两个s 你这样记这个字 两个s呢 s代表sugar 代表甜 代表糖分 所以两个s一定甜过一个s 所以你注意他们两个人的两个字的差别就在第一个是dessert 它是两个s 所以这个很甜嘛 两个s一定就是很多sugar 所以它是很甜的 它叫dessert 它是发z的音 那个小蜜蜂那个z的音 dessert dessert ok 这个是甜点 dessert 但是如果把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的时候就变成沙漠了 dessert dessert 在我们圣经里面都是翻译做旷野 旷野其实就是沙漠 dessert 所以这两个字千万不要搞混 你看到两个s dessert 因为它是比较甜嘛 两个s 多一点sugar 多一点糖就更甜了 dessert 是甜品的意思 dessert 是沙漠 旷野的意思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这个不要念错 dessert 是我们的 甜品 dessert 是我们的沙漠 旷野 dessert 它重音在 desert desert 第二音节 dessert 在第二音节 dessert 重音在第一音节 所以我们的沙漠 旷野 在第二音节 desert desert 是我们的旷野 我们的沙漠 金老师 你再读一遍 这两个 好像有远 两个字 两个s 就是比较甜的意思 我这样记这个字的 两个s s代表sugar 代表糖 所以呢 是 des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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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ert desert OK desert 就是我们的沙漠 我们的旷野 这两个字 截然不同 不要把它们搞混了 好 要不要读读看 谁读给我听听看 天老师 天老师我读一下 好 desert OK desert desert right 不会搞混 这两个不一样的 第一个中音是在 desert上面 第二个是在 地上面 对 desert desert good desert desert right desert desert right 你看到两个s 你就觉得 哦 这个更甜一些 两个s嘛 对不对 糖分多一点 就是甜品了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 我们 这句好像没有 大家都觉得很简单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像这个磨压人 后面加ite的时候 就是那个族的人 moabite moabite 指的是磨压人 moabite 很多的加一个ite 像那个benjamin 有没有 变雅敏的支派叫benjamin 变雅敏的人 benjamite 后面也是加了ite benjamite ok moabite benjamite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问题了 来看一下 你们 你们今天的 这个 第五节的 这第二 哈尔布 这个 这个发音 哈德尔 就这个 had a desert had a desert 哈德尔尔 哈 哈德尔尔 所以 大马士革的 阿马士革的 Aramians 这些人 他们来帮助 had a desert 他们来帮他 他们来帮他 怎么样 你千万别帮啊 你跟大卫 作对 怎么可以呢 大卫要打 这个had a desert 你如果来打的话 那就连你一块打了 所以 David Struck down Struck down 原形是strike S-T-R-I-C-K Strike down 把这个两万 这是多少 22,000 两万两千个 这个 这个大马士革来的 这个亚来人 也一并给你打了 给你杀了 Strike down 是急杀的意思 急杀了 ok 好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好 所以他是所向披靡 你看他到哪里 都打圣仗的 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不管他到哪里 你想跟他作对 你就完蛋 大卫是一定会把你给打掉的 因为耶和华神 永远跟他站在一边 ok 那亚来 帮助那个 所把我们来打 他就是 是 是 所以你看我们 因为学圣经的关系 尤其旧约时代 我们连这个 Garrison这种字 这个是军事的注点 这个我们都学会了 所以圣经里的词汇 很多地方是非常丰富的 非常丰富的 让你想象不到 学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VICTORY 有没有问题 发音 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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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C也是吞音的效果 不可能念完整 VICTORY 不会这样念 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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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常常有人照相的时候 手比一个V 有没有 这个对老外来 这个V就是VICTORY 胜利的意思 打胜了 胜利的意思 VICTORY OK V VICTORY VICTORY就是打胜 胜利的意思 OK 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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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应该今天都还好吧 没有什么其他太大的问题 Eunice还在不在 今天Eunice还在不在 Eunice不在了 在 Eunice在吗 在不在线上 你呀 就你呀 你今天 昨天晚上 对你昨天晚上有一个字 那个叫做 K K I N D 对 K I D 那个字来跟你练练 因为后来你去睡觉了 OK 这个是 K I N D OK 好 Hi 比如说我今天还举了什么 例子 我看看 Line OK 比如说这三个字 都是I字母 首先你要把I念完整了 它是双元音 所以双元音的意思就是它是两个音合成的 像中文爱情的爱是一个音 他这个I 注意听啊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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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两个音合成 OK 所以你得这样念 这个所以是 比如说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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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念 Kind 你念 Kai 都不对 你是 I I I Kind 你试试看 I Kind Kind 那个鼻音不要掉了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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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不会发这个鼻音不会用鼻子发音 好 我只是看 你看你注意听我念哈Kind 然后第二个字 Pine Line Line 它因为双元音必然会拉长 前提它一定会拉长 然后它是两个音合成 所以Line Pine Kind 我读一下 好 Pine Pine Line 好 你这个地方如果Pine 这个音你发不好的时候 你会变成中文盘子的盘 Pine 你会变成这样 这不是一个音 我们是Pine 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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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I Z 就是那个I 它的口音 它那个I 是从中间发出来吗 从舌头 中间发出来 中间发 啊 啊 啊 然后后面结尾的时候是 I 结尾 I I 好 I I 好 是不是跟爱 爱情的爱不一样 我比它更长 I I 你秉持着这个原则下去 所以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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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好 Pine Pine Kind Kind 好第二个字 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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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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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那个E Line 对了 Line E E完了之后就把嘴B上 这个那个N就发出来了 是不这样 不需要N是不需要B纯的 如果你的念的是 另外一个字 Line的话 这是M是要B纯的 Line Line 我现在是Line 嘴巴可以开开的 Line 我只有一个B 知道了 OK 所以他嘴巴怎么放 我就知道怎么整了 对 所以M是B纯的 这个音 N的那个音是开纯的 只要B音出来就好 所以不一样 OK So 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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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 然后Lime Lime 对 你可以多练这种I的音 I 就是AE I I I 好 这个很少练 所以我就一说的时候就不会了 没错 没错 所以这个字的时候很多我们念爱这个爱字母 很多人都是爱 就是爱 爱情的爱 不单纯是这样 因为我们是爱 爱 你爱情的爱只有一个音 爱爱就没有了 爱就后半截切掉了 我们这个英文的爱呢 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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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 OK 好 知道了 谢谢 还记着呢 谢谢你 对 对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那个 老师 老师 我还有个问题 是您说那个 您说那个 这那个胜利那个词 Victory 我们原来发的那个音可能是错的 Victory 还是Victory 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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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们原来发的错的 原来发Victory 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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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你们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雅各书 雅各书的第二章 你们今天是第几节啊 二十几节了 是不是 二十五节了 见了是 OK 好 我们来看看二十五节 今天是二十五节 OK 好 看一下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OK 二十五节 In the same way 同样的方法 因为前面一再跟你强调 人是称义 是因为行为 你单有信是不算 你那个信是死的信 所以你一定要有行为 一定要有行为 好 那他说 同样的方法 was not even 这是一个问句 看起来是一个否定句 不是这样子的吗 不是这样子的吗 那个 喇合的故事 妓女喇合 她是 Rahad the pro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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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尾音是有点 跳动的感觉 prostitute prostitute rehab the prostitute 她是妓女喇合 她是 considered 她被认为 OK 被认为她是义的 righteous 认为 喇合这件事情 她是被认为义的 因为她为什么会 因性称义呢 为什么认为她是义人呢 因为 for what she 因为她所做的事情 for what she did when she 她做了什么事情呢 当她 gave lodging lodging 是什么意思 lodging 就是指住宿 我现在要找个住宿的地方 I'm looking for a lodging lodging 就是一个人住宿的地方 OK 住宿 我现在没有lodging 我没有住宿的地方 我就睡在桥洞里 我就睡在楼梯口 我就睡在什么 那个地方 这个就不叫lodging 就是睡在那 OK so lodging是一个一个房间可以让你住宿的地方 她给了这些人住宿的地方 给谁呢 to the spies spies呢 原型是spy 去掉y 变成ies 就是负数 这些间谍啊 这些探子们都叫spies 然后呢 她给了他们住宿的地方 这个妓女给她住宿的地方 and send them off send them off 是把他们送走 把他们送别了 送出去 整个送出去了 每次这个 如果你看到这个结尾 是一个all ff off的这个字呢 就表示她把这个动作 整个做干净了 做完全了 全部都送出去了 一表的就是 她把这一群人 探子 全部给送出去了 送到哪里去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送上不同的方向去了 所以就让人家找不到这群探子 是吧 她等于是 这个这个叫窝藏罪犯 然后呢 保护了他们 保护了这一群探子 ok 所以因为她所做的事情 是讨神喜悦 她所做的事情是对的 所以她就被称为consider 她被认为是righteous 她被认为是义的 ok 她被认为是 虽然她的这个 做的工作啊 什么的 这个实在是很不长脸的 很难堪的 她做妓女prostitute prostitute是很很卑贱的 可是她做的事情是讨神喜悦的 所以她就被认为considerrighteous 被认为是义人 义人的啊 所以呢 因为这样而称义 那她称义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她做的事情 她做的事情后面就有个整个从具大的从具解释给你听 她干了啥 她保护了这些 这些 这些探子 然后呢 又把他们送出去了 送出去的送到不同的方向去了 从别的路去走出去了 ok 好 有没有问题 可能你们发音比较有问题 大概就是这个prostitute pro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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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他这个好像 第三个T 最后的那个T E 好像没有怎么发音的 是吧 no 最后的T 那个E不发音 最后是一个尾音的 pro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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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T很轻 prostitute prostitute 这个T很轻 然后呢 音没发音 对 prostitute 注意啊 这个地方呢 是开高走低 你的重音是在第一音节 你如果开的够高 你后面一路降下来 不是问题 都可以听得很清楚 如果你开的不够高 后面你就会都听不见尾音了 完全听不见 因为太低了 ok 好 另外一个字就是righteous righteous 我们在圣经里要读好多遍的 因为称义这件事情 成为义人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 对信徒是很重要的事情 righteous 同样的也是一样 开高走低 一开始你要把它拉高 righteous right right righteous pro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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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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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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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s要出来 pro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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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个让你觉得很跳动的感觉 对吧 prostitute prostitute 好像唱歌一样 prostitute prostitute 对 没有节奏感觉 对对对 不过你不要没事在大街上 prostitute prostitute 人家去 哇你怎么念这个字啊 啥字不好学啊 英文字干嘛学这个 OK prostitute 但是哪和的这个很重要啊 你讲他的名字的时候 你光讲个rehab的话 大家听不懂对吧 他是谁呢 他是那个妓女了 和rehab OK 好 另外 就这个 就这个 direction direction怎么样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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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任何 tion tion 结尾都是倒数第二音节 他前面这个音节是重音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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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后面你要念得快一点 一口气念下来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direction 这个t跟这个d两个处理的时候 你那个t就吞掉了 不太听得见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different direction 啊哈 different direction different direction different direction direction 刚刚那个Andrea是不是要讲什么 我说问你一下那个rentures 后面那个e不发音 后面发u的眼帽 我不太听 哪一个字 rentures 公义正义的那一个 right 那个是i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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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是发u的眼帽 to rentures right no 它后面是 right r的音 right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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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卷舌 不卷舌的 right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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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写错 righteous righteous right righteous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righteous 所以几个字比较难呢 可能是prostitute 这个字 稍微有点节奏感 注意一下 considered considered 我们前面都念过这个字了 considered righteous righteous 你把这个 considered righteous 要联赌 considered righteous considered righteous 好 然后后面 gave lodging gave lodging 应该要联赌 它给人家住宿 给到谁呢 to the spies and send them off send them off 这三个字要联赌 ok 最后四个字一块读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in a in a 联赌了 in a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in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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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你读起来就非常顺利了 in the same way 任何时候有逗号的时候 你都应该停顿一下 was not even when Rahab the prostitute considered righteous for what she did when she gave lodging to the spies and send them off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好 有没有问题 那个 群里面有发嘛 有发那个视频 有发那个 我读的这个视频 不算什么范本 就是供大家参考参考 这样子啊 给大家可以稍微多听几遍 方便你就是读的时候跟得上 这样子 好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logic 那个dg 有很多单词都看到这个dg在一起 那个谁发音 那个d不发音吗 g g 他发的就是一个g的音 g的音 g g g ok 我找一个 我看看 你学 如果你有读音标的话 我找一个给你看 比如说 这个 看啊 可能比较更好的跟你解释这个 他来一起都发音还是只发那后面的g 记得发音g 这个有时候很难这样说是谁发谁谁发谁 ok 好 我给你看一个那个百度的 用百度你们比较容易能够找得到 好 我现在应该可以很大 可以看见我的字 这个就是logic l-o-d-g-i-n-g 好 你看 ok 我再把它放得更大一点 你看到这是它的音标 如果你念的是音标的人的话 这个 看到这里 这个就是dg的发音 它就念的是g g-g-g 后面的ing 注意啊 它有一个ing ing ing 就是我讲的那个后笔音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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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注意这个音标的符号 g-g-g ok 有没有问题 美音的话在这里 你看到 在这里 这个音标 这个音标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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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没有问题 差不多吧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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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ing 你后面这个部分要读出来 这个ing ing logic ok 好 我们再找一个字 有这个g 这个音的 比如说一个人的知识 好 你注意看 knowledge dg 有没有 这个 它的音也是发这个音 有没有 这个是它的符号 它的音标的符号 knowledge knowledge g 就是这个音 所以 lodging knowledge 就是这个符号 它们都是发同一个音 lodging lodging 就是发这个音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dg 一般都是发这个音 这两个音 音标的符号 knowledge knowledge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百度其实很多时候你都可以查到读音 而且你还可以叫它念给你听 不知道这个 这个 我在这里 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听到 这里可能你们听不到 但是在呃 你们自己的电脑或手机上 也有很多的电子词典 你都可以叫它读给你听 ok 好 百度上就是这样子 百度上去了 bydu.com 然后你就 打那个英文字上去 它就会念给你听 这里还有 这个也是你们常用的吧 有道词典 是不是 还有的人用什么 金山词吧 ok 我听说好像有道也是不错的 不知道 可以试试看 有道也有讲解的 嗯 good 那很好 非常 好 好 没有问题了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停住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就呃 我们在群里面再谈这个问题 ok 好 好 希望大家休息一下 然后待会我们就可以去上那个Jeffrey老师的那个课 哈 在后台那个Sara Ann已经发给我们那个链接了哈 大家熟悉的可以去听 他那个是全程都是英文的 好 全程英文的 但是 你听多了之后并不是那么困难 因为他的课堂上的时候 他的画面上面都有那个PPT 所以你 你不会跑太远 你应该从画面上你都知道他在讲些什么 而且他讲的不难嘛 对不对 Sara你觉得他讲的很难吗 不会很难吧 我这么刺的我都可以听得懂 那这个给大家太有限了 我虽然不用钱 对对对 他不会讲的太远 懂我的意思吧 他他那个经文 他要讲的重点 都一定用PPT打在屏幕上 他不会跑太远 他不会一下今天这里讲什么美国佛罗里达 发射月球登陆了 然后这边又讲买菜的事情 搞得你一头雾水 不知道在讲些什么 不会这样的 他的画面上的就是一个PPT 那你就是围绕着这个经文下去讲的 而且他都是举很深入浅出的例子 深入浅出 所以听多了之后 真的对你的口语是很有帮助 而你的听力是很有帮助 因为Jeffrey老师本身的发音就非常标准 你注意到他讲英文的时候 如果你闭起眼睛来听 他没有很多那个黑人的那个口音 他没有 他是他是这样讲好了 不是不是歧视哪个人种 但是他的话一说出来 他的声音一说出来 你可以知道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他是受过 然后你再看到他的肤色的话 你会知道他是属于那个人种里面 他受过良好教育的 所以他没有那种奇怪的口音 有一些人有那种南方的口音 或者是鼻音很重 你几乎一听就可以认出来 这是黑人 这是一个黑人在讲话 他不见得 不会 就像欧巴马 我们的那个欧巴马总统一样 他是律师出身 他们也是受了良好教育的人 所以他没有那种黑人的一般的那种的口音 没有 OK 所以这种的话是值得 很值得你们去作为听力的参考 去学英文的时候 这样的人是给你帮帮助的 其实学英文的话 什么人你都可以听听 印度口音这个口音都好 但你在起步的阶段的时候 你最好要找到一个发音比较标准的人 而且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这个是有差别的 就跟我们的母语讲汉语的人也是一样 这个人一开口 你一听 这个好像是卖菜的大爷的那种 那个市场大妈的那种 他的汉语讲的不是挺好 不标准 是吧 所以我们刚开始听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喜欢听中央店 什么广播电台 这个央视 人家那个选出来的 那个每个人的 哇 那个口条都是非常好的 发音非常标准 我想学普通话 我就得跟那个学比较标准 对吧 然后我学多了以后 慢慢的我也可以接受 偶尔也听听这个大爷大妈的发音 这个是四川口音 东北来的人当然是这样讲 那就没有什么差别 那但是你在起步的阶段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听力 还比较薄弱的时候 你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不要容易被什么带歪 你最好一开始都是要口齿很清楚的人 所以像我们平台上的这几位老师 每一位包括鹿 鹿本身的发音也是非常好的 OK 他虽然有时候很很很谦卑 他说自谦 他说哎呀 我这个有点南方口音 他是南方人来的 OK 但是他南方口音并不重 他的他的英语 现在实在是非常标准 很容易听得懂 只是在你们刚刚开始 你们接受鹿的时候 你们会觉得他讲的比较快 他他会这样子 但是他现在已经 事实上我告诉你鹿已经改了很多了 他跟我们在一起以后 他知道我们是外国人 所以他已经讲慢了很多了 比他刚刚开始已经差很多了 OK 是我们这些这几个老师都是的 他知道我们 比方说一开口 他知道英文程度在哪里 他讲的很慢的 是是是感谢神 真的是感谢神 我们居然都有这么好的老师 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标准的口音 你像那个像 Beth Ann Beth Ann是正规的圣经学校的老师 毕业的 OK 像这个 Valerie Valerie是加州有执照的 专业的老师 她是专门教学生 就是教英语的老师的 OK 这个这个都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难以想象 像Linda Linda也是非常标准的口音 你非常标准的 没有很大的问题的 OK 所以真的是感谢神 感谢神 你们你们听到的英语都比我在 我本地这个地方听到的英语 很多地方都标准很多 我们加州这边有很多印度人啊 工程师啊 什么什么的 南强北调的 唧唧呱呱的 好多啊 不过我们都已经被训练 听得懂他们那些洋枪北调的了 所以就是你们在刚刚开始学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读圣经嘛 所以这些老师都是非常谦卑 而且非常小心翼翼的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读的是圣经 所以特别特别注意这些 对吧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